中研院的确诊女研究助理 她遭到了职场霸凌 对此中研院长表示 目前仍在各方调查当中 但是当事者确实曾经有提报过霸凌事件 基因体中心也的确处理过 在调查当中 我们也听闻各种不同的讯息 但也正在跟基因体中心 主管及相关人员查证当中 确实是有一些消息 但是并不是全面 也没有办法完全离清所有的事实 这方面正是我们调查的重点之一 关于陈建仁的院士 他的办公室并不在经济体中心 7楼P3实验室的不同楼层 他离职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目前院方了解的状况是 这也是这个没有百分之百的掌握 就是刚才我讲的 仍然是在各方调查当中 他确实有 有这个fire complaint说 有职场霸凌的状况 那基因体中心也处理过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目前掌握的讯息 就是这样子 首先冷静您的 终于